2020年1月11號 全力打好不好 好 造勢場合總能振奮人心 韓國瑜魅力不只現實的支持者 捧場就連網路聲量 也是一面倒 網路跟聲量 風向那種打感覺的 這種東西要打的就是 網路的正聲量跟負聲量 會影響的就是舉旗不定的 或者是影響的是 我要前一天我很忙 第二天我正要去投的時候 好吧 那個人我感覺比較好的這些人 這些人佔很多數 就是你剛剛所謂的中立 根據網路溫度計的大數據分析 今年以來 關用韓國瑜的文章 超過1200萬篇 除了文作網路聲量第一 彈開正負面聲量 各項數據來看 也都遠優於蔡英文和柯文哲 不要把虛擬的跟現實的民調 混在一起 打法是完全其然不同 這一塊 韓國瑜真的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戴清德說他是百年的奇才 因為不但真實的 他會去弄 我跟你講網路聲量 他也操作得非常的好 就連打開Google Trend 比較坎柯菜三人 韓國瑜更是從選前的9月 就在熱搜榜一直獨銷 不過專家分析 光是聲量大還不夠 韓國瑜他現在該怎麼辦 他對於他來講的話 那當然就是中間選民知識分子 高收入的這群人 你怎麼去挖他 韓國瑜要挖這群人 他就必須要靠政策 因為韓國瑜的聲量夠大 他的聲量夠大的時候 他要推出一些政策 能夠吸引這些知識分子 2020大選入死誰手 現在言之過早 不過網路聲量持續領先的韓國瑜 如何端出政策牛肉 吸引中間選民買單成為重要課題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我們才會推出簡單單 我在國瑜說 我就要不要結構 詞人物 能不能有一種 我不能 理解 完全 發生 你